大家好我是Brent 这个大盘今天非常非常的无趣 整个的一天就维持了一个非常窄幅的一个小震荡空间 尾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往下跳 但整个来看的话空间太低了 太过狭窄 那么我今天的交易 你这么小的空间你也施展不开 也发挥不出来 早晨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从高点往下掉 下来之后我有一点点杀跌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不太好看 我觉得可能会破一下 但是我是在4133这个地方做空了 结果怕拉起来 我一看不行 4139的位置我止损了 亏了125块钱 然后拉高回踩震荡 突然盘中时间段出现了快速的下杀 但是今天我觉得和昨天不一样了 虽然也反弹起来了 反正就是整个盘面的状态和今天的这种横盘的味道 应该是和昨天不一样了 所以我在弹起来的时候 在这4141.25的时候 我又重新放空了一下 然后在4136.75的这个地方 我做了个减仓 现在还剩下两个 所以整个今天整体上是有一个40块钱的亏损 因为早晨这个地方亏了128 亏了125 然后这块稍微有一点点盈利 现在还有一点反正把亏损降低了一些 这就是今天的这么两笔交易 空间太窄 我为什么还剩两个呢 明天就要公布CPI的数据了 明天的CPI数据呢 我个人感觉 应该不会起头的 CPI应该不会抬头的 所以应该呢 偏一个比较中性 至少应该是个中性的状态吧 符合预期 CPI暂时是得到控制的 应该是不会出现抬头的 他要为自己未来 是最后一次加息要好 或者说是 反正就是CPI应该不太支持 再继续进一步走高了 所以呢 我 但不管怎么样 明天还是要报CPI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会去持有他的过夜 你会看到呢 我这两个的这个标普的止损呢 我设置在了成本价 因为我是4141.25做空的 所以我现在把两个止损 设置在了4141.25 就保证我这张单不会有亏损 这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那我为什么剩这两个呢 因为我觉得夜盘的时候啊 纳斯达克应该还会有点下跌的空间 夜盘的时候 应该还会有一点点下行 今天呢 五分钟的这个局面上啊 他跌破了 他这个重要的支撑点 大家一下就看到了 就是这里 13255.75 这是说的纳斯达克的这个期货啊 下跌破位了 然后呢 当然了 现在来看 你不知道是真跌破还是假跌破 他这个地方呢 又走的比较柔和 我觉得是有下跌 下降通道的可能性 就下降通道 也不指望着这个跌破呢 说能跌到哪 昨天不是A股不好吗 A股昨天的话都给我销坏了 A股昨天讲的是上午牛市启动 下午宣告牛市结束 横批完整牛熊 这是昨天那个A股里面的事情 其实他们就是没有太经历过美股 经历过美股的话 发现其实昨天A股的那点涨跌 小意思 不是什么太大的波动 论波动 美股还是大眼 这个上涨和下跌 真的是挺吓人的 那么 那所以我觉得呢 A股可能今天还会下行 昨天是一个高位的一个 那个叫乌云盖顶 昨天是高位的乌云盖顶的形态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可能还会再下行 那么是不是夜盘的时候 会让纳斯达克再跟随着 有一点点下跌呢 我不知道 我是大体是什么猜测的 因为什么呢 我可以尝试 我是无风险 无风险事件的尝试 我4141.25 我设好了这个殖存点 你爱跌就跌 你不爱跌就算了 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实盘的 正好做了一个实盘的交易 那个理念呢 和今天的这个下单的 也都是非常相似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日内交易 因为有很多朋友 他想做日内 他不知道怎么做日内 希望我昨天的 那个日内交易的视频 带着实盘 现场实盘交易的 那个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提供 一点点的帮助 好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我要讲的 就是业绩 PayPal呢 其实业绩还可以 就是展望不太好 跌了12% 那你这个 就比较惨 PayPal大幅度的下跌 那肯定是不能抄底 就今天的话贯穿的 一根从头到脚的 凸头凸脚打印线 肯定是不能抄底的 还是看空的 好吧 你这个东西 越雄 越牛 你看那个谁 Lululemon Lululemon强势的 报完业绩之后 一路拉升 就非常厉害 就PayPal呢 不行 你说 这个UPST 不是UPST 今天暴涨的 这个PLTR 他业绩就那么好吗 很明显也没那么好 对吧 还亏着呢 很明显也没有那么好 包括今天盘后 UPST 你说的业绩有多好 其实也没那么好 但是 华尔街就选中了他 天选之子 就要来吵他们 你也没办法 我看了一下 Airbnb的业绩 Airbnb一季度的业绩很好 我刚刚还看完 哪去了 刷的太快了 Airbnb一季度的业绩很好 较比上个季度同比 EPS 同比涨了700% 超过EPS 超了157% 然后Revenue 超了12.5% 同比涨了19.28% 一季度的业绩还是很好的 展望不太好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比较悲观 TWO 也跌了12%下去 我看Ravn爆业绩 是刚刚爆 涨了5.84% 这就很一般 没什么波动性 Ravn这种 被市场给予厚望的股票 涨了5% 他的期权 明天就全废了 全部废费 就不会赚钱了 他的期权 肯定很多人压住 Ravn的看涨 才涨了5% 不行 没啥用 只有UPST PLTR的这种涨幅 才可以赚钱 AFRM的业绩 也就凑合一般般 这也是打了一个横盘 所以你看 感觉像是每天找一个 然后爆拉他一顿 但也就这样 所以财报 不具备什么特别性 或者说是确定性 绝大部分的财报 还都是业绩不错 一季度业绩不错 但是大家基于 对未来的恐慌和担忧 不断的下调 下一个季度的展望预期 所以像Airbnb这种 还算不错的公司 PayPal这种 还算不错的公司 走的都一般 走的都不好 我们会员说 现在是妖魔鬼怪 满天飞 仪表堂堂的股票 遭了一批 我看也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好就好了 昨天的PLTR 今天的UPST 也许明天可能是U Maybe 也许明天是U 也许是Roblox 不知道 可能每天挑一个 终点的股票来搞他一下 但是通过这些业绩 给我们反馈出来的 一个信号 整个的行情 不具备一致性 还是没有一致性的 只是偶尔挑一个股票 给你来爆它 爆拉一顿 有点像年初的 Lucid LCID Lucid当时 他就 你要看到 他是1月份爆拉起来 但是现在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整个大盘 其实是推上去了 整个的指数 包括纳斯达克 都已经在相对应的高点上 涨起来了 可是你看Lucid 反爆是砸下来了 就资金没有持续性 没有资金不断的进入 反而是资金在不断的逃离 因为你看到 量没有起来 证明没有新的买盘进来 没有新的买盘进来 这个价格却在不断的往下压 那也就是抛压 被销 被信 那些买盘就被抛压给 给抛给他们了 所以没有足够的成交量放大 千言万语 悲观了 不好看 好 明年的CPI 也许能涨 但我不是很确定 不是 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这个指数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前两天画了个上升的 上升通道 但是有没有可能 未来走一个钻石顶 钻石顶的话 那就是反转形态吗 diamond pattern 就是这个钻石顶 有没有可能 我们做一个potential 高位的钻石顶 就是看着低位的钻石底 就是它反转的这么一个信号 走着看了 是不是diamond pattern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没啥分享的 看明天CPI之后 看看情况吧 这个指数一日不突破 这个箱体区间 就一日没有什么行情 就是每天上上下下的来回抖 所以你只能做日内 我们只能做做日内交易 行 谢谢大家 关于我们的注资账户 有什么问题 就APEX账户 电话是800958 我们的微信是ChineseFN2022 有什么问题 找我们的客服即可 每天 这就是我们的日内交易 每天都会做 看一下昨天的视频 因为昨天的视频点击量不高 证明有很多的朋友 没有看昨天的节目 但我还是觉得 昨天的节目的含金量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正好在做节目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交易机会 我就来做了一下 那么我做那笔交易 我的出发点 我的止盈和止损 我怎么设置的 那个节目里面都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想要学日内交易的朋友 你但不太会日内交易朋友 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好吧 然后这那个交易的方法 也将会是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 都是这种交易方法 直到标普 在这个区间里面脱离出来 给了方向 才能走下一步 行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明天见 拜拜